旋在中共两会期间 民进党今天发表国防蓝皮书 由前国安会咨询委员陈明镇 担任智库国防小组的召集人 警告2025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并且提出因应中共军力扩大的相应措施 旋在中共召开两会期间 民进党发表国防蓝皮书 聚焦预判2025年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国防前线不再是离岛地区 而是网路空间构成的数位国土 中国以台湾为资通讯攻击的一个实验场 累积它的一个资讯攻击的能量跟技术 并且用这样的能量技术 再来攻击其他的西方国家 轻则对个人权益 企业营运以及政府服务造成影响 重则会瘫痪金融医疗交通电力等 诸多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作 报告指出中共对台导弹打击能力 正进入质变的转型阶段 预估2025年中共对台部署的短程弹道飞弹 1400枚比2013年成长300枚 长城巡异飞弹再增加450枚 总导弹数量将来到1850枚 未来中国导弹数量成长会有所减缓 一方面以高精准高杀伤力的弹头来取代 一方面以巡异飞弹来取代弹道飞弹 所以数量虽然减缓 但是导弹打击的能力仍然会持续提高 这本2025年中共对台军事威胁蓝皮书 民进党智库邀及20位国内外军事资安科技 专家参与党主席苏贞昌表示 2016年之前还会陆续发布九本 因此也被外界视为是民进党未来的建军构想 建立之第四军种 也就是支电军的设立 我们要把现有支电作战指挥部的位阶 提升到军种的层级 除了主张在陆海空三军之外建立第四军种 苏贞昌也提出采二阶段 并竟是前建国造的构想以及长城无人攻击载具的研发计划 民进党表示这份蓝皮书已经由党驻美代表吴钊燮 带往美国华府与美方交换相关意见 金航亚台电视陈定教张明竹台湾台北报导